中華民國憲法的堅持 民族自由的堅持 人民福祉的堅持 還有一個兩岸和平穩定的堅持 這一點 蔡英文總統不敢說出來 我說了 兩岸和平的穩定 才是這個堅持裡面 很重要的一個關鍵點 那您不斷的回避九二共識 但也沒有提出一個清楚的主張 那想請問您未來與中國的對話框架 究竟是什麼 蔡英文總統走向四個堅持 我也講四個堅持 我講這四個堅持是 中華民國憲法的維護 民族自由的堅持 中華民國憲法的堅持 民族自由的堅持 人民福祉的堅持 還有一個 兩岸和平穩定的堅持 這一點 蔡英文總統不敢說出來 我說了 兩岸和平的穩定 才是這個堅持裡面 很重要的一個關鍵點 這是蔡總統沒有說的 所以這個堅持要創造兩岸和平的穩定 就剛剛我回答上面那個問題一樣 我們要採取史物的交流以外 更重要在憲法 在人民關係條例裡面 產生讓台灣共識 既有的成功的經驗往前走 再結束了